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澳大利亚对中国支持的网络间谍组织apt40的指控 澳大利亚信号局表示 这个黑客组织多次针对澳大利亚及其地区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网络 并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联系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主动归因于中国的网络攻击 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北京活动的重大反击升级 中国外交部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并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抹黑和陷害 apt40是什么 这些指控的潜在影响如何 澳大利亚为何领导这次建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警报频繁响起的早晨 澳大利亚及其主要情报合作伙伴共同指控 一个由中国支持的网络间谍组织apt40 进行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 澳大利亚信号局 ASD 及澳大利亚的网络情报机构 表示这个名为apt40的黑客组织 多次针对澳大利亚的网络 以及该地区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网络 根据该建议 apt40与北京的国家安全部 MSS 有联系 他们对我们网络的威胁是持续的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直接且主动的 将恶意网络活动归因于中国国家支持的行为者 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北京活动的重大反击升级 中国外交部迅速回应否认了这些指控 称其坚决反对这种反复炒作所谓的中国网络攻击 旨在抹黑和陷害中国的网络安全 然而 这次事件的背后 究竟什么是apt40 他们做什么 以及澳大利亚提出这些指控的潜在影响是什么 apt代表高级持续威胁 这个名词通常指的是一个隐秘的黑客或黑客组织 通常是国家支持的 他们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渗透到计算机网络并挖掘私人数据 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 中国关系研究所的兼职教授 Greg Austin对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解释 这实际上是一种描述特定行为者群体的方式 通常是一个外国政府的一个单位中的黑客团队 通常只在一栋建筑物内 世界各地都有apt 虽然这个术语通常由西方政府用来指代中国 俄罗斯 北韩和伊朗等国家的组织 但西方情报机构也有自己的apt 中国至少有40个命名的apt组织 而apt40是情报机构识别出的第40个 Austin说 他们是一群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的黑客 为中国政府执行一系列任务 这些黑客的工作方式多种多样 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方式是钓鱼攻击 恶意行为者向许多收件人发送欺诈性电子邮件或短信 意图窃取敏感信息 如用户名 密码或银行详细信息 Austin解释说 黑客可以找到进入目标系统的各种方法 通常会向世界各地发送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封搜索电子邮件 看看会得到什么结果 apt40被怀疑经常针对澳大利亚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网络 并试图利用受损的办公室和远程工作设备来访问敏感的IT网络 据信 他们已经在多个国家窃取了数百个用户名和密码 在周二的建议中 ASD提到了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 据称apt40使用了一个受损的设备 可能属于一家小企业或家庭用户 从一个更大的网络中的多台机器中提取数据 这些恶意活动可能促使apt发出建议 Austin说 这是像ASD这样的机构必须防范的事情 周二的建议更值得注意的细节之一是 虽然由美国和英国等五眼情报合作伙伴共同签署 但这次建议是由澳大利亚主导的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Richard Millis在声明中表示 阿尔巴尼斯政府致力于在网络领域保护澳大利亚组织和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次领导这种类型的网络归因 Greg Austin认为 堪培拉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掌舵 可能是由直接针对澳大利亚的威胁所促使的 他说 这次建议特别提到对澳大利亚的攻击 所以这可能是澳大利亚首次觉得有必要发出建议 并得到其盟友的支持 关于这种特别严重的对澳大利亚的威胁 然而 其他人指出 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受到这类网络攻击的国家 西蒙弗雷泽大学 国际网络犯罪研究中心的成员Lennon Yalchang Chung 告诉ABC 澳大利亚对APT40采取立场的动机 可能超出了国家利益的范畴 他说 发出这份联合建议的国家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亚太地区的许多民主国家也是这类网络攻击的潜在目标 如果你看看2023到2030年的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 澳大利亚希望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我相信澳大利亚将在全球网络安全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这些指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虽然Greg Austin告诉ABC 归因过程通常对中国的行为没有威慑作用 但也有人认为 如果像ASD这样的机构经常发出这些建议 会向黑客和潜在敌人表明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然而 他也强调了外交上的负面影响 击打击中国的APT可能会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造成附带损害 Austin说 这些地缘政治考虑可能阻止了澳大利亚对法国 印度或以色列针对澳大利亚目标的网络攻击提出类似的批评 批评中国的APT可能会带来自己的后果 在两国关系持续回暖的背景下 Austin说 通过批评中国的APT 澳大利亚正在冒着破坏最近几个月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和解的风险 这是在几年冷淡关系之后的 他说 这是政府必须做出的选择 但我想强调的是 发出这些建议有利有弊 川博士也承认 虽然ASD的指控可能会损害堪培拉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但共同利益可能会减轻反弹的影响 他说 这份建议可能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但在现任澳大利亚政府的领导下 我不认为关系会回到以前的状态 当然 这也取决于中国的反应 考虑到中国正在努力与澳大利亚建立更好的经济关系 我认为他们可能会愿意妥协 总之 这次由澳大利亚主导的对APT40的指控 标志着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不仅是对中国的直接挑战 更是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领导地位的一次尝试 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 技术 政治和外交在不断交织 未来的走向将对全球网络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APT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中文通常翻译为高级持续威胁 是指具有高技术水平 资源丰富 且目标明确的黑客组织 通常受国家支持 专门针对特定对象 进行长期渗透和数据窃取 APT40是其中之一 据信与中国国家安全部 MSS有联系 APT40主要针对澳大利亚 及其周边地区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网络 进行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 这次澳大利亚信号局ASD指控 APT40是由中国支持 标志着澳大利亚首次主动将恶意网络活动 直接归因于中国国家支持的行为者 APT黑客组织通常采用钓鱼攻击等手段 渗透目标系统 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长期隐秘活动 试图攫取敏感信息 用户名和密码等数据 APT40被怀疑 经常使用受损的办公室和远程工作设备 来访问和窃取敏感数据 ASD在其建议中提到的一个案例中 APT40利用受损的小企业或家庭用户设备 从更大的网络中提取大量敏感数据 证据显示 这可能是有意针对的行为 澳大利亚此次主导的指控和建议 得到了美国、英国等五眼情报合作伙伴 以及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际盟友的支持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 Richard Morliss在声明中表示 阿尔巴尼斯政府致力于保护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 因此主导了这次建议 据学者Greg Austin分析 澳大利亚主导这次建议 可能是由直接针对澳大利亚的威胁所促使的 并得到了盟友的支持 这些指控可能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产生影响 虽然这类指控通常对改变中国的行为效果有限 但持续的指控可能向黑客传达 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 然而 这也可能导致外交上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中澳关系回暖的背景下 学者Austin指出 这可能冒着破坏最近几个月中澳之间和解的风险 但也强调这是政府必须做出的选择 总体而言 Ebit 40的网络间谍攻击行为 以及澳大利亚对此的强硬回应 反映了当前国际网络安全局势的紧张和复杂性 这些指控不仅关乎国家安全 也是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这次澳大利亚和其盟友指控 中国支持apt40进行网络间谍活动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举动 这些国家并非随意指控 而是有确凿证据表明 apt40与中国国家安全部 MSS有联系 这样的指控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 网络安全威胁是全球性的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 澳大利亚这次主导这个建议 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 更是在向全球强调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并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据统计 全球每年因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 达到数千亿美元 这样的行动显然是必要且迫切的 楚天书 你这魔说是不是有点天真 首先 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 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 意图抹黑中国 其次 大家都知道 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单纯的黑白分明 这次的指控背后恐怕有更多的政治考量 例如 澳大利亚是不是想通过这次事件 在国际上刷存在感 提升自己的地位 而且 说到网络间谍 谁敢说自己的国家没有在做 西方国家自己就有不少APT组织 只是这些东西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例如 美国的NSA监听门事件 大家记忆犹新吧 所以 这场闹剧的背后 更多是政治权谋 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道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网络间谍大戏 澳大利亚vs 中国 各位观众 这次澳大利亚和中国又掀起了一场网络间谍大戏 堪称是黑客版的权力游戏 澳大利亚信号局 ASD 这次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一个叫APT40的黑客组织 指控他们在背后操纵了一系列针对澳大利亚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 APT40据说和中国国家安全部 MSS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如此直接且主动地对中国发起指控 这一举动让国际社会的矛盾升级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APT40是什么东西 APT不是什么神秘的外星生物 而是高级持续威胁的简写 通常指的是那些背后有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 他们的工作不是简单的黑镜米的电脑偷点小东西 而是进行大规模长期的网络间谍活动 这些黑客就像是数字世界的谍报特工 钻镜米的网络悄悄地偷走机密数据 APT40是中国至少40个这类黑客组织之一 专门为中国政府执行各种特务任务 总之 他们就像是网络世界的007 但这次他们的身份被揭穿了 这些黑客是怎么工作的呢 简单来说 他们的手法五花八门 但最常见的就是钓鱼攻击 他们会向成千上万的收件人发送欺诈性电子邮件 试图窃取用户名 密码等敏感信息 他们可不像电影里那样剧情紧张 步步惊心 而是靠大量发送钓鱼邮件 看看谁会上钩 有些人上钩了 这就让APT40进一步渗透到那些受害者的网络中 搜刮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 为什么这次澳大利亚要主导这场指控呢 周二的这份建议书由五眼情报合作伙伴以及德国 韩国和日本等国际盟友共同签署 但据说这次是由澳大利亚主导的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 这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组织和个人在网络领域的安全 这看起来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保护 更是为了展示澳大利亚在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 澳大利亚希望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领导者 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所以这次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能力 这些指控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虽然说白了 这些指控可能对中国的行为没有威慑作用 但也有人认为 这种公开的指控至少能让黑客知道 他们的行为已经被试破 这样的举动当然也会对澳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 毕竟这些指控可能会让双方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紧张状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是澳大利亚在全球舞台上展示自己实力的一次机会 即便面临一些外交上的挑战 但澳大利亚这次的强硬立场也表明 他们不会再对网络威胁视而不见 总而言之 这场网络间谍大戏还远未结束 各位观众 请拿好爆米花 继续关注这场黑客版的全力游戏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剧情反转和高潮迭起的戏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